我是SFV漫威的阿祥福 今天我介绍的中国的事情 从中国到国外的中国的事情 我这个说明一下 我们的比如说有的在中国买东西 就是中国买东西的 中国买东西中国到国外 最近海外的 之后那个前世怎么救人 这是这个问题我今天说的 这些物流的话 从中国到海外就是物流是这样子的 这里的当地有爆发 这里爆发的 前世怎么分调呢 这是这个中国的国家的规定 是那个中国的东西 就是救国到国外的时候 一定要从国外前攻救 就是这样子 这个国外的银行 这个国外的银行 国外的银行到中国的 有那个金居货钱的那个公司 外货钱的那个 有公司里面的负钱 然后就是救一个就是这样子 中国的那个买东西 这个钱是一般是那个 美金货 这个一个中国的银行 这个一个中国的银行 因为这个中国的人民币和这个美金 有关系的就是那个 很重要的 就是一般现在那个 那个美金和那个 人民币的费率 是大概7点5左右吧 就是这样子在这个 然后就是这个中国的那个买东西 就是更重要的这个水 水金 就是 尖几水 就是 就是一个规定 就是在中国买东西 比如说这个去国到国外 或者那个 在中国的时候 多要付就是 尖几水 就是那个 你的那个国家的这个 你的国家的水金 如果这个尖几水 发表没有的话 那这是不能去国到国外的 所以说那个一定要那个中国 国内买的东西去那个 要要付这个尖几水的 那中国的那个水金 这个由一般是这个两九多 就是 尖几水 还有那个一般 一般的水金 就是那个上海的话 一般的水金的话 百分之五的水金 就是尖几水的话 百分之十七的 这个不一定的 就是那个 这个不一定 一定要付尖几水 还有那个 这个 从国外到那个 中国的 付尖的时候 就是那个 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文件 这个文件 是那个 外贵乎小章 就是外贵乎小章 就是那个 这个意思是 这个浅序 这个 买东西的浅序 这个从国外 外贵乎小章 就是一个监民的 这个监民 没有的话 不能自我曝光 所以说那个 那个 中国的这个 这个 中国的 这个 这个 中国的时候 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这个 这个 另外一一一一年后 这个买东西的时候 一一一年后 雇余小章 还有这些 那些 涉再去国外出 tickets 从国外出 tickets 到那个 生活国内的 比如 振铁国権的公司 还有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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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贵乎小章 不可以顺客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文件没有的话 不能曝光 这个 都是一道 这个 这个 三个 这个东西 他的条件不能做中国的事情 所以说很重要的 所以比如说国外的人 外国人来中国买东西的时候 比如说他买的东西 如果自己一个公司老板 还有一个外国人自己谈心的 这个价格方面同意 还有自己商品系 刚才看得比较麻烦的 那这个价格是多少钱 这个价格是多少钱 国内给他现金 现金比如说付的话 这个国外的人也不知道 这是中国的规定 所以他不知道这个集结付 那个现金的话 这个一个问题是 不能拿掉外费补销商 因为外费补销商是 就是国外 从国外费补销商 就是那个中国国内 外国管理主席 以后这样的东西 所以说 这个很重要 所以说不要好做 就是国外的人 这个买东西的时候 所以说一定要 国内的现金不要付 现金付掉的时候 肯定这个不能拿掉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不能拿掉 的话 包括也不能做 这个也能规定的 所以说今天 如果国外的人 买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 就是前进国外的 这样的一个规定的 所以今天 我所谓的事情 就是 咱们 就是 中国到国外 也中国到西国 前进 咱们付出租 这个也能规定的事情 我告诉你们 就是今天的 我们的部落会是结束的 就这样 谢谢